藝人大牙日前他就指控說 黑人陳建州11年前對自己性騷擾 那他其實現在大家都很關心說 他最近到底心情狀況怎麼樣 那他今天早上就發文更新了自己的近況 他說自己依舊是維持著工作進度 也仍然會和老公手牽手去打羽球 而在同事側拍的照片當中 他更露出了燦爛的微笑 大牙6月27號發文控訴說 11年前遭到黑人的性騷擾 15天來他收到許多關心 也讓大牙發文說自己內心非常的感謝 於是特別的發文來透露自己的近況 他說自己依然正常的過日子 依舊照常安排工作 而且也依舊為了飾品的事業 忙得焦頭爛額 也會依舊和老公手牽手一起去打球 而且未來他也會是如此 不會被打倒 他也分享了同事隨手拍下的照片 他說自己雖然忘記是為了什麼 剛好笑得那麼開心 但是就用這個憨憨的笑容 來謝謝這陣子 給我勇氣的你們吧 而黑人陳建州遭到大牙指控說 11年前性騷擾之後 和妻子范瑋琦聯合提出民事告訴 向對方求償1000萬元 台北地方法院已經在7月5號 完成分案將擇旗開庭審理 同樣被指控性騷擾的還有YouTuber 反骨男孩的團長庫炫 他就被他們的前成員新宣指控說 曾經被他偷拍還有外流私密影片 那庫炫呢他在11號的時候 他就拍攝了影片來做出正式的回應了 他就坦誠說自己過去啊 在感情上的確是有過劈腿 有過偷吃這些不成熟的行為 但是他否認說自己有過偷拍 或者是外流影片的行為 他甚至反過來質疑說 新宣你講的話根本就是前後矛盾和喊話 要新宣不要再測metoo的熱度 庫炫指出之前曾經被新宣指控 睡過之後就不理人 但他公開兩個人之間的私訊內容 就反駁說 你是非常清楚我當初有女朋友的 而且你也有私訊過我說 你並不在意 但是你又不想結束關係 我不太理解 他也質疑 如果新宣真的覺得很不開心的話 怎麼可以在公司待這麼久 又拿了這麼多贊助 然後免費龍乳呢 認為對方說的很多話都不合理 前後對不上 而關於新宣爆料說 酷炫開小賬私下求和 商量不成就刪除帳號一事 酷炫也說覺得非常的荒謬 酷炫說我感覺好像你說謊 都沒有經過思考 也沒有打草稿 酷炫表示新宣兩年來 透過各種方式 不斷試圖要聯繫公司的前同事 想要找到一些不利於他的證據 大家都會來跟我說 而且也反應 他們感覺到被騷擾 還有不舒服 所以不要再做這樣的事情了 我覺得非常沒有意義 請不要蹭M2的熱度來做這些事情 接著帶大家關心到的是 前永豐銀行總經理張靖元 曾經踢爆永豐金集團設幣 被稱為是史上層級最高的吹哨者 不過已婚的他卻傳出劈腿三名昔日的女部署 正義形象可以說是全面崩盤 根據《鏡週刊》報道 張靖元會帶著其中兩名女生 到汽車旅館休息 他也經常留連另外一位美母女的住處 到深夜才會回家 並在大街搂對方的腰 甜蜜之情 溢於言表 大想其人之福的張靖元 不但劈腿 甚至介入他人婚姻 而張靖元不只把老婆騙得團團轉 也破壞別人家庭侵害配吼權 正義形象整個大崩盤 今天我們在開播之前 我們就有網友問說 今天還有沒有白飯 有的 今天還是要來持續告訴大家 白飯之亂的最新進步 原本大家都以為說 這個白飯之亂 應該在這個大學生們 他們道歉之後 應該就此落幕了吧 沒有想到在10號深夜的時候 這個北科大資財營的總召 他們是再度發出了聲明 就回擊說 飯很打碗啊 吃完了兩桶飯等等的指控 而店家呢也在昨天就再度 PO出了這個監視器畫面 就回擊說 我們不是有在補飯嗎 不然你看到這個畫面是什麼 可以說是雙方各持一職 不過呢 店家最後一次是不堪這個風波 持續的延燒 在昨天下午的時候 就重新編輯了他們的那一則貼文 就在貼文裡面呢 是針對此事而道歉 那這巢店的老闆 在今天早上則是再度寫下322字 來抒發自己的心情 他說自己一開始就是被霸凌著 孩子已經成為了惡魔 更透露因為這件事情 讓他15年前的傷再度犯起 新聞標題也會說 北科學生吃完了兩桶飯 我覺得這是很不公允的 因為當天的飯並不是全部都是我們吃的 北科大學生列7點聲明反擊店家 其中包括店家表示過了8點就不補飯 以免浪費 對此店家11日再度回應 並PO出監視器畫面 表示這不是在補飯嗎 眼看輿論不止過了3個小時後 店家再度修改內文表示 監視器時間沒調整 所以有誤差 以學生說的時間為主 結論總而言之 沒讓學生吃飽飯 我們錯了 對整起事件真是道歉 熱炒店老闆12日一早再度發文土新聲 表示從一開始 自己就是被霸凌著 原用柔性包容回覆 卻得到惡魔般孩子的回應 老闆無奈直言 事實與非現在已經不重要了 並透露整起事件 讓15年前的傷再次犯起 失去的執愛的疼痛 失去親人的孤獨 為什麼平息的傷要再次被帶出來 那其實有不少網友好奇 老闆指的15年前的傷指的是什麼呢 那老闆在5年前 接受節目專訪時 也有透露自己傷心的過往 熱炒店老闆王成中在專訪中提到 自己過去是八大行業的股東 曾經風光一時 一家四口不愁吃穿 但是沒有料到 妻子遇上車禍咒勢 打亂了一家人的腳步 他甚至因悲傷過度 短短一個月暴瘦超過20公斤 而妻子離世之後 原本開朗的13歲大兒子變得沉默 3歲小兒子更是需要照顧 讓王成中心力交瘁 而為了讓孩子們重溫媽媽胃 他拿起鍋鏟進廚房學習做菜 並且用心鑽研食譜 同時為了解決小孩的挑食問題 不斷變換菜色 習得一身好廚藝 由於當時政府掃蕩八大行業 王成中一度負債五百萬元以上 於是他下定決心轉換跑道 並在好友鼓勵之下開店 經過一番努力 終於闖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白飯之亂爆發之後 就有大批網友湧入了熱炒店的粉絲專頁 來提出質疑 而對此粉專也一一做出回應了 店家五年前曾回覆Google評論時 提到我們白飯是讓你們吃到飽的 此番言論現在被翻出來就引發討論 而老闆也貼出監視器畫面來回應說 他貼出影片只是要證明自己真的有補飯 誰告訴你是完整的背兩桶呢 再者是當時也有其他的客人用餐 之所以沒有準備這麼多飯 是因為通常客人來到店裡面 都是用餐小酌 沒有特別告知是來吃飯的 而粉專也表示 沒有想過客人是學生會那麼餓 也沒有想到學生是專程來吃飯 至於過去提到白飯吃到飽的言論 粉專也直求回擊說 別再拿五年前的東西出來好嗎 還反問你到底想吃多少飯 強調那是五年前的促銷方案 因為這件事情他們真的要改規定了 粉專也強調他們從來沒有怪誰吃太快 只能說沒有預期到學生用飯量大 也沒有預期人數突然增加 我沒有說不補飯了 老闆強調他當天不在場 所以有在評論底下留電話 請學生聯繫他 但是沒有善意的回覆只有刻意的負評 所以他才會接受媒體的採訪 現在看到粉專留言處被狂灌 也讓店家說網軍真的很強 那麼多高手真的來不及會留言 白飯之爛還在持續延燒 現在更有北科大的學生發起飯桶王大賽 那對於這個比賽呢 教育部明確表示不樂見也不鼓勵 有北科大學生在臉書私密社團怒吼 為何輿論可以這樣一面倒 之後畫風一轉 袁波表示已經向畢業的學長們拉到贊助 獎金三萬一千六百元 要高調舉辦北科大第一屆飯桶王大賽 冠軍獎金保底兩千元 前三名獎金有四位數 還有獎牌獎狀等等 對此教育部技職司楊玉惠指出 早在15年前就有大爺大學學生 因為參加大胃王比賽 30秒內吞2.5顆饅頭 導致身體不適最終過世 而大胃王這類的比賽 持太稱有傷身體 對健康也有影響 教育部立場一致 不鼓勵也不樂見大胃王這種活動 學生若想表達想法可以用其他方式 也希望校方出面和學生溝通 好嗎? 好嗎?